老婆,你是开家人的吗? 嗯? 那你放我一点吧 我也想吃一下 这两个我呀 那给你给你 方便面包嘛 清淡黄面 老婆孩子都感冒了 说到是感冒还是素养还是怎么样 喜欢是胡适冒去汗 孩子现在是好太多了 吃方便不方便嘛 那做菜做饭啥的 也累 嗯 我这样吃方便 可能很多人 都不爱吃 六碗全部用 直接用开水泡 能把这个面浆味儿泡出来特别好吃 嗯,特别好吃 我一这样吃方便我就想起我上小学的时候 吃的那个方便 能吃出那个味儿来 哎,就那个味儿吧 妈 你咋还是呢 拿来拿过来 快多 快多 你烫吧 你烫吧 我吃了 我吃了 你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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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烫 我吃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吃完饭 咱就来哈西了 朋友啊 到哈西摆完货就开始下雨 一直下到现在 现在三点多了 我一查天气暴好像得下到晚上呢 我从家处的时候看天气暴了 我知道有雨 但是不行下这么早 宣言蟹咱也没摆 咱就卖一头鞋呢 刚才甩了三双 但这条这雨啊 够上都停了 这小鱼儿下的呀 年纪乎乎的 还不大 就这么拉了 挺难忍啊 咱刚才拿出两双宣言鞋放在袋里呢 啊 要不然不行啊 还教我啊 这钩子昨天 这围板撤了之后以为能填平 也说他晚上 刚才有个小子在那块 那黄榜的那块 那下到 卡个那雨伞都卡住了 转身就走了 走了得有一个多小时回来找着工长 要一百块钱 工长乐不时就给他了 你大了呀 四十 我看 四十三七二四吧 四十四 这样的行不行 这个没太相中这个 我看看啊 这个行不行 这个动动鞋行不行 我看 昨天穿动动鞋呀 动动鞋 刚才上海边穿的嘛 啊 没事 没事 拜拜啊 咱昨天 真是 喝凉水都可以压 太悖冷 咱是七点多钟 顶尾尔来收一台 收一台 赶紧往家走嘛 往家走 走不大 走 走了不远 我就感觉这车台怎么 往一边拽舵呢 然后这个时候台下也报警了 一下车瞅瞅 完了这车台就像 就像那个 都都有扁了 就像棒棒啊 能有半气啊 幸好万幸往前半走 没多选 就有个修飞车 朋友们猜不着补太要赌的东西 下雨啊 一下午这雨没停 超要赌的钱 一张 一百块钱 我说大哥你这也太贵了 他说就这价 能补你就补 不能补就拉倒 我看这明显就是黑胆 我一瞅 这车台马上就要断气的 要满意了 扁了都要 可换吗 给他八十都不干 九十 我一看不干 拉倒吧 就一百块钱 认到没了 我因为我这新车台才多闲的 朋友们的 我这新车台 一千块钱的换四只挺好的 你说他补个胎就一个小丁 超咱要一百块钱 哎呦我去 哎呦我呀 我这手机就是没有电了 我手机有电的话 高地就拍视频给他曝光 给他曝了 太黑了 哪有这么干的 一百块钱补车台 你要补那个什么奔驰宝马的 我估计都补下来了 咱这车 我还跟大哥说呢 我说大哥 我是那个抖音 拍抖音 抖音音的账号 我说你给我便宜点 我帮你宣传宣传 这大哥刺牙 不合水 就是那么认钱 啥都不认 就是认钱 我说我给你宣传宣传 再去 我说我手机没电了 我说你搜索十年的生活 小龙 我说你看抖音 西瓜视频 那个头条 你看 你看 地儿的粉丝 你给地儿钱的 这是帮你那什么 你捐捐 门都没有 就他卖这钱 一张网 朋友们呢 一张网 我来回去 我去卖三双鞋 我挣了二十块钱 然后来回油钱 二十四十 扎车胎一百 一百四十块钱 直接扎了一百四十块 还要一个椅子交 这你说你跟谁说的 好了朋友们 我演演看今天这天 不行我就不去了